韓國瑜早是來到了 這個豪宇應變中心來開會議 不過面對這個記者任何問題 他就沒有回應 市長昨天那個陳其邁有來高雄視察 市長聽說你昨天有沒有分析 說第一天不知道那個抽水機 有壞掉的狀況 好可以聽到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這個事後的防災檢討 不過韓國瑜是沒有回應 就趕快進到裡頭來做開會報告了 這個其實韓國瑜在開會的同時 他的粉絲團也特別PO文來講 這一次水災他是特別誇號說 是因為超大豪雨 而且他們說他們所有的抽水站 還有自動池功能都正常 所有擺台移動式的抽水機 也都投入運作加強排水 但其實這樣的說法 昨天淹得比較嚴重的 這個延城區居民就有意見 他們說他們都有全開 八支都全開 但其實沒有 他們說奇怪那個水溝的水都不動 都從水溝那邊蒙上來 有人質疑說這個抽水機是不是壞了 也沒有在第一時間好好運作 因為水溝呢 這個大雨宣洩不急 而且水溝的水好像也沒有及時抽得了 這也讓這個延城區有淹得到處都是 是居民怨聲連連 地心 旁邊 旁邊 感谢观看